1月2日一年開設一個新產品 其實是幾個機會幫我們的客人 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建立我們的倉位 全年其實我們本身對大市的啟發是高的 當然中間其實我們預計它的波幅都大 所以我們本身的團隊都花很多時間去做我們自己的份量的工作 無論從簡股也好從右上以下的分析其實我們都會做的 但是全年我們希望可以為投資者帶來一個比較好的回報